一直是我国全体国民的共同期盼 也是政府既定的政策跟长期努力的目标 那中华民国政府从1993年开始推动参与联合国案以来 每年的推案策略以及诉求都会审慎的评估国内外的情势 来做符合实行的合理调整以及规划 目的都是为了要让全世界听见台湾人民的心声 以及有效彰显台湾在国际社会的价值 让世界了解为什么台湾有必要参与联合国体系 今年是第71届的联合国大会 那也即将于明天也就是2016年9月13号到26号在美国 纽约联合国的总部举行 那联大总辩论则是从9月20号开始 9月26日结束 我们的友邦代表团将会在联大总辩论的期间 就他们所关切的包含全球重要议题来做广泛的发言 也会呼吁各会员国在追求包容性成长 以及全球连接的目标的时候 注意并且支持接纳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 那今年政府在规划联大推案时 主要是基于全民福祉 以及实践踏实外交互惠互利的外交思维 希望达到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台湾是一个和平的积极沟通者 来展现台湾有能力 有意愿 真心诚意就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 与国际间各方持续对话 沟通以及做出贡献 我们希望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不可过缺的伙伴 新政府三任以后 我国卫福部第八度过邀 出席联合国专门机构 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 世界卫生大会 台湾能够参与全球卫生安全防疫体系 共同维护全人类福祉 证明了台湾能够有意义 专业务实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 我们非常感谢相关各方的理解 预请联合国正视台湾2300万人民 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基本权利 WHO ICAL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UNFCCC等联合国专门机构及机制所处理的全球关切议题 攸关全人类以及我国人民公司 台湾参与相关机制 会议或活动 可以共同维护全球的整体利益 联合国应该严肃看待这个问题 与台湾及全球利益相关者 共同寻求接纳台湾参与的适当解决办法 其实过去有提案这个方法 那有发言这个方法 在前任政府的时候 比较主要是放在发言这方面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跟过去的 前任政府做一个不一样的 我们就多了一个 就是说多一个致函